马上就要帮我洗澡了 怎么 期待吗 期待 你这是要湿醋还是干醋 都准备好了 来 帮你脱衣服 不是 我帮你 等一下 圣女跑着呗 别 别着急是吧 洗澡吗 来来来 别客气 我帮你脱衣服 住 住手 我不洗了 好的 我走了 等一下 早不洗了 换出按摩吧 好的 上一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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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啊 好 那 我就按了啊 少爷我先帮你把头发理顺 少爷 我手就有点大 这力道还行吗 别那么多废话 快点按 好 好 好 少爷 我给你撑撑筋啊 这撑撑筋啊 能护一大叔叔 别动 你撑撑筋啊 少爷 现在我们来小燕飞了啊 这是什么小燕飞啊 飞了 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蓝天 白云 想象自己在天空中 飞翔 只要我修仙人像 等明昂来了看你如何辨计 让我们再飞得更高一些吧 感受到疯了吗 老夫人 就在前面 杜云华 你怎么在这 滑下来 马上就到了 好 死陪陪 臭陪陪 处处针对我 还说我是奸细 真的是成事不足 败事不足 该谁啊 该你吧 来来来 起一桶 起一桶 丹丹 过来过来 九条 大什么呢 看一眼 二桶 老夫人 夫人们 丹丹 你看我这二桶吃还是不吃啊 这 这 夫人 这不合适吧 赢了钱呀 分你一半 吃 得吃 吃 好 吃二桶 发财 来 四桶 爹 来吧 我ams成了 你和我鸟 去玩具 你妲己 给我低着 义忍我 你来 来 你来 哎呀 我又糊了 哎呀 你这运气又是你 你看 这手气也太好了 真的呀 你看一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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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乏了 就到此为止吧 丹丹 今天赢了 超过二倍两银子了吧 托老夫人您的福气 梅夫人 请了个军师当参谋 一晚我们三家就想跑 不地道呀 就不是 老夫人们 正所谓细水长流 这日后啊 总能赢不然 再说 您是看我不行 一直让着我呢 说不定下一次 您的手气就变成百战百战 这张小嘴啊 真的行 这张小嘴啊 不行不行 再来一圈 再来一圈 最后一圈 行不行 好好好 再陪你们打一圈 来来来来 再陪你们打一圈 来 来来来 裴夫人今天手气可真好 少爷 这下丹丹又有钱了 你说她会不会连夜设计预期 万一 万一 我说万一啊 老夫人真看上她的作品 难不成真让她代替咱们起陪格 参加斗鱼大赛 少爷 少爷 索性我们一不做 二不修 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跟你开玩笑的吗 少爷 我这不过是抛砖掩域 少爷 我一想到一条妙计 美男竞语 就凭她 还想癞蛤蟆吃天鹤肉 少爷 这我可要批评你啊 你怎么能妄自菲薄呢 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癞蛤蟆呢 这不可以的啊 少爷 你是伤不到我的 这丫头 可是我的贴身丫头 整日不在身边 成何体统 您的意思是 老夫人不是最讨厌别人搞潘龙腹凤那套吗 那这次我就让她看看 她到底有没有看走也 你 你 这什么呀 你装什么装啊 这是少爷让我给你的衣服首饰腌制水粉 你这个小狐狸精 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 我没有什么手段啊 只不过是有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女人的魅力啊 天注定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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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这少爷对我用情可真深啊 少爷让你 晚生伺候他 伺候他 洗澡 伺候他洗澡 晚上还要去工房呢 你不业丫鬟吗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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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什么好人啊 你以为我没有努力过吗 少爷指定 让你洗 我洗 我洗 你说我 为了这 这是不是漏得也太多了 不行 少爷 您这小胳膊小腿的再不漏点 够引谁呀你这 来来来来 这个小奸细 为了你 我可牺牲太多了 可不是吗 少爷 我这边再漏点 别碰我 少爷 淡定 来 我先出去 去去去 是 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衣服啊 那不是你送我的吗 难道你要要回去吗 送的送的 还要屁呀 那就行 我让家丁拿出去卖了 什么卖了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打扮 你放在我这儿也是浪费 我就想说卖点钱 换点吃喝 马上就要帮我洗澡了 怎么 期待吗 期待你这是要湿醋还是干醋 都准备好了 来 帮你脱衣服 不是 我帮你 等一下 不是 少女跑着呗 别 别着急是吧 你不用洗澡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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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快点 住手 住 住 住手 我不洗了 好的 我走了 等一下 早不洗了 换出按摩吧 好的 少爷请 少爷啊 那 我就按了啊 少爷我先帮你把头发理顺啊 我先帮你把头发理顺啊 少爷 我手就有点大 这力道还行吗 那些屏幕都废话 快点啊 少爷 我给你衬衬巾啊 这衬衬巾啊 能补衣大学习 少爷 现在我们来小燕飞了啊 什么小燕飞啊 飞了 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蓝天 白云 想象自己在天空中飞翔 这口气我先忍下 等娘来了看你们何贬迹 哇 让我们再飞得更高一些吧 感受到疯了吗 老夫人 就在前面 快点儿 有害你怎么在这儿 滑下来 马上就到了啊 呃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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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到底什么事情呀 不要让我亲自过来看看 我听阿六说 有人企图要勾引少爷 看着也不像啊 好你个佩佩 我就知道演这么大一出戏 就是为了赶我走 老夫人 我和桓花还要去卓玉 不打扰我 佩儿 你这是又想跟我演哪一出啊 怎么了 桓花 我 我 我也有点坏了 这马上都成心已经很好了 好了好了 别哭别哭啊 怪我太愤了 怎么能怪你呢 是怪我的想法太过于刁钻故怪了 但是如果咱们不这样的话 就没办法突破 你说是不是 行了行了 别哭了啊 都怪这个玉 我就知道这三等男红就是 太脆了 这样 我去原始殿看看 看有没有咱们需要的料子啊 别哭了啊 对了 如果那祖宗来找我麻烦的话 记得帮我顶一下啊 好啊 那 那我 前提呢 先把肚子填饱 别哭了啊 好啊 姑娘 欢迎光临 看看我店的镇店之谱 来 那行 姑娘自便 可可 您来了 我要的东西包好了没有 包好了 包好了 来 那会我错了 你们看过去 先走 来 这会儿 这会儿对我还是喝了一下 来 这会儿 老板 这料子不错啊 姑娘 好眼光啊 这块料子呀 可是上等货色 可惜 已经被人定了 老板 你卖谁不是卖 卖给我的了 这个人哪 我可吃醉不起 吃不得呀 我是 启培阁的监狱师 您通通通 用这块料子的人是苏宇轩的苏爵公子 您的意思是我们启培阁不如苏宇轩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那您 姐姐 您怎么在这儿 你来这儿是 我来买这个料子 老板不卖 这边还有更好的料子 你看 老板 我是苏宇轩的金银匠师 刚刚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见了 我回去后会跟苏公子解释 您就把这石料卖给我妹妹吧 你一个小小的匠师 怎么能做少东家的主呢 这是万万事不得 谁说他做不了我的主 苏 苏公子 您来了 您看 双双 发生什么事了吗 公子 这是我妹妹单单单 她想要那块石料 谁知 您已经事先预定了 我记得她 听说已经在启培阁供职了 就是她 那 姐姐我先走了 告辞 不是要买玉吗 急什么 苏公子已经知道 我是启培阁的了 自然不会把这玉让给我 我没有那么小肚鸡肠 你既是双双的妹妹 那便是苏宇轩的妹妹 这玉让你便是了 多谢公子 这呢 君子成人之美 反正我也用不少 如果能帮丹丹姑娘 在斗鱼大赛上做一些贡献 也算物尽所用 您怎么知道 乱猜的 还不包起来 还有 双双可以做苏宇轩的任何主 管好自己的嘴 注意你的态度 是 苏公子 谢谢苏公子 客气了 苏公子 我说你真是又有才华又大气 那培培啊 根本比不上你的千分之一 不 万分之 不不不不 比不上你的一根小脚趾 丹丹姑娘没有赞了 多谢啊 好你个小奸细 都快把你的真主子夸上天了是吧 你干嘛 这是用我陪价的钱买 我想摔就摔 我跑遍全城 才买到这么一块儿了 你把它砸了 都与大赛怎么办 你个小奸细 被我撞过正着还在那里演戏呢 星星左台装好人 丹丹 裴家少爷如此粗鲁 你还是离开裴家吧 不行 老夫人特别欣赏 我不能辜负她 姐姐你放心 我没事 扛得住 那我 我先走了 给我 四边请 打电话 宝贝 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妹妹 我想去看看她 嗯 姑娘 看看铜镜 做工精良 您看 效果不错吧 您要是看上哪款 小店还能再给您点优惠 小店铜镜啊 都是当季最辛苦 您看 找得您跟天仙似的 有看上哪款吗 您要是看上了 小店在给您优惠 您看这几个款式 都是卖得最好的 这也太贵了吧 哎呀 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对对对 你这是干嘛呀 你是不是加我便宜 我没有啊 你是不是加我便宜 你耍流氓呢 我没有 我 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 这 我不管 你就是耍流氓 大家快来看哪 他耍流氓 我怎么就认识啊 你耍灾 老氓 你耍耍迷啊 哦 那你对我姐妹弄眼干什么 你 factions用 忍吐好 欺负我这个凡凰家小女 你 你耍流氓还想笑 我非要把你抓去包裹 不是 你们都来看哪 我 跪下了 真 没想到 认责那么快 那好吧 这次就先原谅你 下次 可不许再这样了 公子 卢家 等你来娶我哟 我 重拾 我 小洪海 舅舅 娟儿 舅舅 找人把市面上能做镂空历史 和精细雕刻的极品料子 抢了一抢 我刚碰到裴佩了 正找着料子呢 你怎么跟姓裴子 搅到一起去了 我不搅 怎么知道他们斗鱼大赛 用什么料子 懂了 没有预料就没法参赛 赐赵圣庙啊 来来来 我来我来 多谢 你来了 快坐下来 这浴室找到了 但时间仅任务中 今天咱们就通宵吧 辛苦了 旦旦 今天有人跟我提亲了 提亲 谁啊 我认识吗 七花将李大哥 我偷偷喜欢他好久了 恭喜你了 如果咱们斗鱼大赛 再拿个第一的话 那就双喜临门了 旦旦 这 这个婚事是 裴少爷张罗的 我对方好不容易答应的 他让我放一个月婚嫁 他即刻成婚 而且还帮我置办了嫁妆 一 一个月 你这 盗鱼大赛不就过去了吗 我 我 我也很为难哦 可你也知道 我这个样子 好不容易才有个心意的人成婚呢 可是 旦旦啊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么要强啊 我们也努力过了 试过了 有什么比赛 能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 没事 你的幸福最重要 谢谢你 那 那我回去准备了 好了 去吧 陪陪你 陪陪啊陪陪 我跟你没完 哎唷 这夏时候可真黑呀 阿柳 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鸡蛋是要取皮的呀 你这是鸡蛋是熟的还剩的 生的啊 啊 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要用熟起单呢 少爷 你等着 我去给你换个熟的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晚上的 应床本少爷卧房 出去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做什么了 处处针对我 找我麻烦 你是少爷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变本加厉 为了阻止我参加冬雨大赛 把我唯一的帮手弄走 你个小奸细 要是真让你代表我们裴府 参加大赛 裴府就要倒霉了 我都说了我不是奸细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肯相信我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就因为你是少爷 就可以随便污蔑人是吧 少爷了不起是吗 少爷就可以随便毁了别人的心血是吧 我只想做一个监狱师 只想去参加队浴大赛 这有错吗 总比你 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废物强 闭嘴 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你口口声声跟我谈理想 说你想要做个监狱师 可是你却连设计图都不会画 就更别说雕刻了 我看你啊 就是想多骗些钱 不会画图我可以学 不会雕刻我也可以学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 就在同样的起点和赛道上 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利追求梦想 可是即便如此 我都不曾放弃过 每天都在拼命努力 可你呢 你身为裴家少爷 锦衣御室 每天就在这房子里面吃喝玩乐 看着老夫人苦苦撑着 你明明什么都会 他却什么都不做 裴少爷 你不是废物 是什么 是什么 够了 你给我滚 就算没有帮手 就算你给我找再多的麻烦 我都不会放弃 这斗鱼大散 我确定 我确定 需要 就算还有 那儿 可能 mezun 人家已经变化了 我现在都不肯了 你 才能拒出 我还能厮上我的 我永远都不肯了 我已经住了 穿直到我 你积你的 你套衷ble 你怎么办 我 你这么说 你们知道吗 昨天少爷生气了 是吗 真的 发得特别大的火 今天怎么迟了这么久啊 少爷气情大 昨天又吵架了 起不了那么早的 不用命了 还敢说这个 全府上下都知道了 听说那丹丹丹 昨天连了雨 都快冰得起不来床了 真是个人有了 这么严重啊 给我吧 给我吧 去 少爷 少爷 你醒了啊 那快来吃饭吧 吃热吃 少爷 刚才门外 跟谁说话呢 翠柳 看来少爷是吃惯了 丹丹姑娘做的饭食了 你看我这张嘴 刚才门外我听到 有人在提那个丹丹丹啊 都怪翠柳那个大嘴巴 后面有说到说到的 少在您面前提这个名字 还是你懂事 少爷啊 翠柳刚才说那个丹丹丹 好像病得下不来床了 咱 要不要去给她找个大夫呀 这个师姐感染上风寒 可不是个小事啊 真是个白眼闹 我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血 非要我说我是奸行 我看你才是那个神志不尽的浑石莫茫 还有这个苏菊 当初我死期白累的求你给我一份工作 看都不看我一眼 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伙计 就突然出现帮我 我现在正是跳跤黄河都洗不清了 没一个好东西 你不是说 太想病得不行了吗 都是翠柳说的 谁知道她这么精神啊 这皇位不在 要靠我学习雕刻 这要到什么时候啊 这要到什么时候啊 太笨了 谁在外面啊 没没没没没人 你还真是个大聪明啊 你来干吗 这佩服是我家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这是老夫人给我的房间 你给我出去 都病成这样了 还瞎折腾吗 又你滚 说你笨还真是笨到家了 二六 是 少爷 还挺挺生活的 旅行啊 我小的时候 这手就没有好地方过 就你这个手法 脚斯文磕坏这么多回 看来我裴府的石料啊 怕是都要被你毁了 你少摔两块 全都有了 那是个挂耳啊 想法倒是挺好的 可惜了 手法带着 托您的福 这原石被摔得细碎 只够做一副挂耳 行了 换三号刀 快点换啊 左手握住玉 右手持刀 向下用力 刀柄太侧了 力道太大了 收一成力道 现在 慢慢地往下推 走 扣叔 居然成了 都受寒了还喝凉水呢 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废物 大灯姑娘 还是歇歇吧 这是上好的香蜂药 记得赶紧吃啊 夫人 这是我的打烊作品 我知道我手艺不好 如果给我配一个好点的工匠的话 一定会斤进不少的 这是挂耳 虽然 虽然客得有些粗糙 但贵在心思巧妙 我还没有见过这种样式的挂耳呢 而这上方的水地穗子挂耳设计 减轻客人的负担 有设计感 也很实用 不错 很不错 谢谢老夫人夸奖 丹丹姑娘这挂耳 确实心思巧妙 不过看这纹路 样式和刀法 想必不是丹丹姑娘一个人完成的吧 这样式看似简单 却需要深谙雕刻技术的人方能领会 丹丹 你是受了和人的指点吗 原来这个灯兔子这么厉害 确实有人指点了我一下 不过 我拿我的人格向您保证 这挂耳确实是我个人的想法 没有别人帮我的 好一个又人格保证啊 我信你了 客叔夫人 好掌柜 咱陪府啊也该便便了 好 丹丹这既热情又聪明的尽头 我就是很喜欢 谢谢老夫人 来 丹丹 你这块绣玉呀 质地只能算中等 而且体积太小了 若是想让它出彩 或者是在斗鱼大赛上能拿得出手 应该是要有一块完整的和田青蓝 其实我之前找到一块整了 可惜 可惜被我掉坏了 好了好了 不碍事 先把身子调也好了 食料的事情啊 好掌柜他们会去处理的 谢谢父人 好 太好了 好了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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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掌柜 丹丹姑娘身体好些了 完全好了 好掌柜 上次您说的和田鱼是在库里吗 带我去看看呗 这两天哪 店里的伙计 把全城大小商铺跑了个遍 一块儿和田鱼也见不到啊 不是 怎么 怎么会一块儿和田鱼都没有呢 掌柜的 现在啊 这银子您就别那么在意了 这都一大赛这么重要的事情 只要预好 哪怕贵一点也值得呀 你以为我是心疼钱哪 现在是有价无市 有钱你也买不到啊 不信你自己去转转 不是号掌柜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哎呦 我说少爷 咱找了这么多天了 竟然连一块儿和田鱼都买不到 这也太奇怪了 别抱怨了 去前面那个浴室格再看看 嗯 嗯 对 嗯 通 business 嗯 嗯 嗯 aí 来 你去一趟吧 不好吧 少爷 黑石上面太乱 太危险了 这一个要买 一个要卖 只要钱到位了有什么危险呢 走吧 不行 少爷 我还是得去找些帮手 不然你出了什么事 我可担待不起 行 随便你好吧 走了 谢谢啊 姑娘 这手该是原始 大哥 你这东西送哪儿啊 这个呀 我再帮一个海鲜老板 给他送到东街集市场去 谢谢小姑娘 慢走 看看啊 看看 压大压小 我压大 我压小 好嘞 摆定离手啊 行 行 行 大哥 小心啊 怎么 来买菜啊 不买 来逛逛 不买菜 瞎逛干什么 赶紧回去 这么买 不一定是买 不买 确实买 懂了 自家人 方才 谢谢姑娘打把手啊 哎 应该的应该的 应该的 应该的 好 大哥去 好 来 多日不来 这些黑市摊位竟然越发隐蔽了 黑市里向来都是云日不分家的 明面上卖海鲜 实则卖的是走私货 那卖食料的摊位 老人家 可有料子 姑娘 我这个老头子是卖鱼的 你说要买的酱料啊 还在那头呢 都是并肩子 姑娘 请尖谅 老鹰捉小劲 捉得厉害着呢 我所有的好货都在这里了 这边也是吗 对 这块好 姑娘的眼力可真好啊 青蓝 尚豪大 几个字啊 分头白 您都卖到黑市了还绷着架呢 断大把得了 断大把卖不了 行行 按您说的 分头白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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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大 搅 兄弟 请问 有料子吗 饼尖子 没错 说得没错 尖子 铅子 是不是老鹰捉鸡来了 过去看看 实在不行 就亮亲子 我这次来呢 是想要买些和田玉的 您这有什么料子 都拿出来我瞧瞧 裴裴 他来黑市干嘛 不会用来砸我的玉吧 这位公子 您可能是误了 我们这儿都是虾气 没有什么和田什么玉的 没听说过 不是 你看 你跟我藏着叶子什么呀 你要不拿出来 我自己找了 你要干嘛 这位公子 你是故意找啥打架是吗 误会误会 误会 误会误会 都是误会 你俩一起的 对对对 家里小四第一次来不懂事 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怎么不能来这儿 都跟你说了不懂道人的规矩 就别跟着来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 还有 这儿多危险你知道吗 应该女孩子家的来这儿做什么 不好意思说 不都是因为你吗 你们我 各位大哥 确实都是误会 他确实第一次来 你们多担待点 多担待 多担待 月配 官府的人 你怎么有官府的月配啊 哦 这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呀 哦 原来他们怕的是官府的人 那既然知道我是官府的人了 还不把料子拿出来 让我瞧一瞧 好啊 果然是老鹰若鸡 什么鸡 什么鸡 他们怎么总说这莫名其妙的话呀 老鹰是官府的人 即使他们 现在不知道谁是老鹰 谁是妻了 真怕 别废话 干他 走 快来 站住我 快走 快追啊 站住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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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 走啊 站住 追 快跑 来 抓他 我都不信你 走了 走来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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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儿 快 回来 这儿 这边 站住 走 站住 站住 你别跑 卷儿 出事了 怎么了 有人到咱们黑市上闹市 什么 谁啊 裴裴 他怎么会去黑市啊 我也不知道了 走 等等 快点 快点 进来 快 那边 走 跟着他 快 别让他跑了 快 来 你们几个到那边找 那小子呢 其他人 跟我走 往那边走 去那边 来 来黑市干吗 还不是想要帮你买鱼石吗 帮我买 你先不说这个了 还是想一下怎么逃出去吧 你 你疼吗 没事 你刚刚说给我买鱼石 我是想着我平时 你干吗 自改 木屁股 要不要看一下我手在哪儿啊 不是你 来 不 不 快快快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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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边 往那边 放这边 快 没事 来这边 跑啊 不好了吧 我今天让你差池都难投 走 怎么呀 我不会死在这儿吧 放心 我虽然不懂黑华 但我可是配家大少爷 你们等着 救兵马上就到了 嗯 救兵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救兵是谁 兄弟们 给我上 你给我上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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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没事吧 大冬姑娘 你没事吧 那刚刚是谁救了我们呀 是我呀 少爷 我 阿溜来救你了 你 轻点 这么严重 我们还是找大夫来吧 不行 找大夫过来我娘就知道了 没事 小伤 那 万一更严重怎么办 万一化弄怎么办 万一伤得筋不 万一 我有筋疮药怎么办 哎 少爷 那你来 哎呦 少爷 不行 晕血 你来不担当姑娘啊 哎呦 加油啊 好 这刚刚还不晕血的呀 少爷 那我帮你 好吧 忍着点 有点疼 好 哦 也许是灯火投射在睡眠 你眼里的蝴蝶 也一样在我心却远 也许是浮相吻过你侧脸 也许是呼吸到你的特别 困在你的身边 远比全世界惊艳 我需要咬一下 对不起 师父 弄疼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远程 来 我再撕一下 我再撕下回来 繁华开成晴蝶 好吧 好不好 佩儿伤得严重吗 夫人放心 我在屋外偷偷看了一眼 并不严重 丹丹姑娘正照顾她呢 夫人要不要去看看少爷 算了 还是丹丹照顾就好了 谢谢啊 你刚刚去黑市是帮我找原石 没有啊 我 你听谁说的 我怎么可能 你刚刚明明跟我说的呀 没有 你记错了吧 我都不记得 我的少爷啊 您就憋嘴硬了行不行啊 您明明是想当个好人 现在弄了一身伤 他又不领情 干嘛呢你 丹丹姑娘 少爷这次去黑市 可就是为了去给你找何天狱 来弥补他上次 把你石料摔掉的过错 好了 小心伤口 总之 丹丹姑娘 少爷这次为了你 可没少用心 没少受罪 行 行 你出去吧 知道了 那个 你别想太多啊 我可不是为了帮你 我是觉得 如果你代表我们齐培阁 赢了斗鱼大赛的话 我才能继续在府上 吃香的喝辣的 谢谢你 什么 黑市被查封了 怎么会啊 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想查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留下过把柄 是裴裴那小子搞的鬼 他打着买石料的旗号 打闹黑市 连带着把那些地下贪主的私货 全都整到名面上去了 让官府抓了个现行 这么说 私货刚刚暴露 官府的人就来了 我们安插在黑市的伙计呢 他们也没发现 那不还是他裴裴吗 他命人打杀了伙计 趁乱引来了官兵 这么一来 我们苏家的生意 必受重创啊 那当年裴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那得亏是我跟你爹掌握了那些 掌握什么 和封官有关 掌 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 才反朝了裴家 少爷 进 少爷 小队有急事禀报 怎么了 郊外西山的玉石矿 被裴家给抢先拿到了 什么 我不是已经出了两倍的价格了吗 是属下办事不理 裴家的驻外探雨师 和那边的矿主是十年至较 是属下疏忽了 废物 这该死的裴家 是我们叔父大义了 那玉石矿也不算上等 抢走就抢走吧 可惜的是 那黑市是你爹多年经营的 让裴佩那小子给彻底毁了 裴佩 我定会让他好看的 与时矿的事从长计议 我们现在得先想法子 把黑市的那些私货 从官府手里给捞回来 这件事情既是裴佩挑起的 我又一直与他势不两立 说明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在留意我们的动向 是我们疏忽了 被他钻了空子 我亲自去查 我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蛋 敢充满苏家 偷我去找几个人吧 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给他留意 郑司官 我买到了 我现在快点回来 去哪里 都不想回来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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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我忘了 我忘了 你忘了 我忘了 没事 少爷 早啊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怎么睡你们啊 这个时辰 本就是我来给少爷送吃的吧 不吃 我手疼 少爷 你这 已经受伤多时了 这还没好呢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找人过来帮我换药 好嘞 我这里去找大夫 你蠢不蠢啊 我这伤都快好了 叫什么大夫 少爷 我这手没轻没重的 又有点笨 要是弄疼你了 你忍着点啊 少爷不都说了吗 手伤都快好了 放心呢 少爷 我去叫丹灯姑娘了 少爷 不行啊 丹灯姑娘这几天忙着呢 她忙什么 她在黑市上 好像收了一块好的玉石 这不少工匠 都冲着好料子 跟她组队 我还听说 她给咱们工坊立了大功 立功 嗯 少爷 要不还是我来 少爷 房间里的事 你都伺候好了吗 整天往工坊跑 少爷实在不好意思啊 最近我确实太忙了 这房间里的事情 只能交给崔柳来打理 不过我跟她说过 她十分乐意呢 她乐意 她乐意 我说乐意了吗 二六 哎 走 咱也去工坊瞧瞧 好嘞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少爷 里边起 大大姑娘好 少爷好 少爷好 大大姑娘好 少爷好 少爷好 什么时候这么高了 还行吧 你们高兴什么呢 少爷 丹丹姑娘 为我们谋了福利 没什么 就是根据云翠城第四季度 玉石销量的不完全统计呢 这和田玉和翠玉 这销量呢 持续下滑 反倒这南红和白玉呢 成了达官显贵的一个新宠 所以我就和掌柜提议 这改变一下销售策略 这销量不蹭蹭地马上涨吗 所以啊 我们发了不少奖金呢 虽然呢 我不太想夸你了 不过你这商业头脑 确实还可以 我一个丫鬟 为启培阁的事业出一把力 那你这个当少爷的 肯定更不一样了 这也太难叼了吧 怎么了 少爷 我已经试了一下午了 这新进的南红 太难叼稳了 南红密度小 硬度低 光泽度也差 换下十二号刀 收两成半的力道试一下 少爷 可以 这个十二号刀很适合啊 少爷 你可真厉害 小意思 六天赋而已 那你 为什么不参加多余大赛呢 我看到出来你是在隐藏实力 如果咱俩组队的话 一定可以推陈出息 我还顺便照顾你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 没兴趣 少爷 少爷 这少爷明明这么有才华 不在屋里研究狱 怎么天天在这儿钓鱼呢 那是因为他心里苦 老夫人 我的佩儿 绝不是你平日里看到的样子 他本是这云翠城里最有天赋 最努力的玉雕师了 可是多年前 一场悲剧将他卷了进来 他伤心欲绝 巴士不在碰家族里的 玉器首饰买卖 您也做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 顽固公子 丹丹坐 老夫人 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 知道这些事的人都劝过他 可是他不愿意别人提起 更别说劝他 所以我就在想 也许一个不知道往事的人 或许能带他走出那段痛苦 我一直听从他附近的医院 认为无才无能 便能保他平安 可是现在我老了 又能照顾他到何时呢 就算是逼他 也要让他振作起来 冲操旧业 起陪阁不能倒 老夫人 那我能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吗 那是他心里的伤疤 他不愿意提 你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可是如今啊 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希望 你 你就是希望 我 我 丫头 我打心底喜欢你 若是你真的让陪陪发生改变 那我真的是觉得 老天在我晚年 赏赐给我的福分呢 极品兵种 极品和田 这次都有打赛的料子 你来定 就选这块冰种吧 透亮光洁 定能做出最好的玉品 好 那听你的 还不知苏少爷这次 想做出一个怎样的作品 避水鸳鸯百剑 避水鸳鸯 不错 待夺冠之后 我便将其赠予你 避水连连 只献鸳鸯 不献仙 苏少爷言重了 双双实在胆怠不起 你又谦虚了 我说你配得上 你便配得上 配得上吗 配得上 好 少爷今日不是要去成交宴货吗 瞧我这提醒 那你先忙 大家各自忙吧 好 好 来 走吧 走 阿溜阿溜 淡淡 怎么了 问你个事啊 你说 我听说这斗鱼大赛的胜负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真的吗 这当然了 这斗鱼大赛多少年才一次啊 而且是咱们城主 和各个地方的大师 亲自做评审的 这推举出来的第一名呢 被称为首席项语师 地位崇高 深受各地的商贩和百姓的推崇 能一样吗 嗯 这怪不得苏玉璇不做任何推广 但是生意 却比咱们起培格好这么多 可不是嘛 苏爵就是连续拿了两届斗鱼大赛的冠军 所以啊 平日里才那么嚣张跋扈 少爷不是也参加过吗 是啊 少爷很多年前参加过 好像发生了什么意外 中途退赛了 再有就是上一次了 我磨破了嘴皮子 少爷也不愿意参加比赛 最后没办法 老夫人只好随便拿了几个作品 操操了事 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得出来 这少爷有一朵BB雕之事 这 你快说呀 来来来 我帮你 丹丹 我突然想起来 我房子里还有两件衣服没有写 我去拿过来 你自己问少爷吧 我要问得出来 要你干啥 要你干啥 好